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月28日 又要有个严正声明 因为紫品印还在骗人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被人骗 今天我们看看行业板块方面 很简单 也知道市场跌了 这个市场跌的时候 其实是否可以预期得到 有部分可以得到 我们正在用一个叫做裂口理论 今日经济报道 我也有一篇文章讲这些裂口理论 裂口理论 基本上就是用三个组成 一个叫做脱机裂口 脱机裂口就是开始起始裂口 接着有一个中途裂口 接着最后面上有一个叫做消耗性裂口 消耗性裂口的时候 这里一升上去之后 通常来到之后 你会怕它会造成一个倒形顶 一个跌下来的时候 跌回到这个位置 保不回这个裂口 即是说这个 这个的所有交易 都是沿空于其他的 前几天 大家很兴奋 记得市场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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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就忘记了数一件事 它是第几个裂口 如果它是一个脱机裂口 中途裂口 和消耗性裂口的话 要留心 可能就是见顶了 这个见顶未必一定是很长期的见顶 真的也可以是一个长期的见顶 在这点里面 如果大家都有听这个节目 我都会告诉你以前都说过 大仗估计1月是会升 即是2月3月是可能会有调整 而那个顶位估计 1月的顶位估计是303 这个是基本上差不多 303不是在这些时间上估计 是在这些时间上估计 那怎样可以这样估计 这些是太复杂 没什么好多说 历史上 恒生指数有很多的问题 倒形顶 凡是跌了下来之后 我们怎样看呢 我们可能也有一个 今天出现了一个脱机裂口 遲些可能应该有一个中途裂口 跟着还有一个消耗性裂口 那就跌完了 那这次可能跌到多少呢 可能落到28,000 可能落到27,000 也可能更加低一点 那么27,000 就是这些位置 这个是2019年见过的 那么28,000 30,000多的我们以前是见过的 就是在2019年 大约是三个岁月的 就是这些位置 那现在这里升上来 大约是三万二左右 现在跌回来 那 希望今次我们跌 就不是跌到那么多 是指大陆落到28,000 就不需要跌到 那跌完之后 会不会升呢 会升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太担心 当然 你现在这里有货的 就要担心 没有货的 就不需要担心 那就等下跌到多少 恒生指数图上面 在周线图上面 你看得到 是脱离了的上升通道 这个是保利加通道的上轴的位置 在日线图上面 在周线图上面 你看到它已经破了下来 试这个中族 或者说会试中族 说了几次 现在中族 中族是28,500 现在今时 28,77 所以差不多了 好了 有朋友问 电信刑科 电信刑科 这个给大家一个 是很心伤的股票 这个8号仔 很多人不谈已久 好了很多人 不过到近日 可以看看 它真的有些资金流入 不过可惜 问就是谁了 资金流入 是自从好几年前 一直都有资金流入 不过最近 它又开始回转 回落到下面 那它为什么会这样呢 市盈率没错是高 它资产派息也是高的 那为什么派息是高呢 很简单 因为大股东要钱 不是给你的 这个在这个日线图上 它是继续落到这里 已经由这里 5个多 调整到4个多之后 开始就会去这里 由个似乎的 组织反弹 所以近日有点反弹 反弹的事情之中 你看看 你可以观望 可以在4个2岛买入 然后在4个1岛 指线 上网也是4个半岛 统一企业 之前 都曾经有推介过统一企业 不过很早的时候 在那个价位 已经说了 已经到了目标位了 所以就没有再跟进 但你看看好之后 它最近有资金流入 今天统一铁业 就大发神威 大发神威 大发神威 就一声上了去 去到 台词上去9个多 去到10元 这个以前也估计 它是可以有条件去10元 但是那时候 我们估计 时中 大概8个多 吃了糊 现在你看得到 现在它还好 为什么好呢 因为它基本上 是正在试四个顶 这个是月线图 若然它破了顶 基本破了顶 只要它今天收起的价钱 是9.46 9.46 它就已经破了这么多次的顶 即是收起一个历史性新高 接着上面也看了多少呢 所以首先是守住10元 守住10元 或者9.46 都不要紧 或者这几天要守住 当然这个月要守住 这个月要守住 不是很久的 只有几天而已 过两天就是了 这个就会是 升穿10元之后 在上面可以看到16元 所以如果 是可以要吸纳的话 就现在吸纳 支潮位8.4 止蝕就是8.2 8.2 是没有法格 都是要 你要预复它 就是这样 周线图就是这样的款 一线图 升了很多 8.2 而要止蝕的话 中族就是8.4 我还等到中族之下 而当中族仍然一直向上的话 理论上 是很少机会跌穿中族的 即是理论上还理论 始终要预复 好了 中国燃气 有朋友问中国燃气 中国燃气的时期之中 就去看看 冷了 是不是燃气股可以好呢 好的 冷了之后 燃气股真的好 不过过了秒 今时何时 一月 到了农历年 月之后 开始就是 立春 立春之后就是暖 之后再暖 所以你买燃气股 记住 是已经在9月左右 8月左右去买 去到这个是10月 1月左右 或者11月左右 就要出货 现在来说 叫做水尾了 因此 在这点来说 它应该会是 反复吹下 这个周线图 会试穿中族 再来试下 下通道底 都不奇怪 所以在这点里面 有课的朋友 需要考虑一下 因为现在是 时不我雨 因为天气会逐渐 这个是暖的了 新年都快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这个是日线图2月 东风集团 之前曾经推介过东风集团 最近这几天 很多资金流出 有朋友问 怎麽办 因为之前推介过 就上来这里 到位了 到位便应该回落 所以在这点 就要看看 在这里 它是反复吹下 是需要它想 它可能会试 这个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但是由于这个 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还是向上 所以有望 它可以在这里顶住一下 看看再反复多少 所以 日线图上 它已经下回 所以 一定有货的话 暂时 要先走它 然后再观望 有人问 最近 启明医疗 它说 最近有些 其他等等等等 的股票 都是医疗股 审上市 它会不会是影子股 都是炒它 炒呢 对的 这个想法是对的 记住 它说是影子股 影子股 就是不是真命天智 不是真命天智 又看到最近 这么多日都是资金流出的话 更加知道影子股 不受重视 在这个周线图上 你看到它 已经开始是碰到 布里加通道的中族 之后 它跌回来 现在希望 它下星期 再反复上去 若然不是的话 就有个不好处了 不过 在这个线图上 你看到 似乎有些样子 不是很好看 是在大约这个位置 看到双顶 这个 就是一个脱机性的裂口 这个脱机裂口的话 接着之后 接着下面是怎样 我不知道 可能应该是反复趋下的 这个日线六个月 这个日线两个月 是不是 今天推介的股票 叫平安好医生 它今天说的名字 叫平安健康 你看到的 它之前那几天 一直都有资金流入 今天特别流得多 起这点 它也由这里 135元一直下来 调整了这么久 凡是如果这些 科技股的东西 现在又不是那些 即是 有平安 两个字的 你都知道 它和平保有关系 因此在这点里 调整这么久 有条件可以看好些 在这点里 我们再看看日线图上面 就是这样 日线图上面 这个有什么特殊性呢 第一 在这个日线图里 因为我没有用平均线 都是要查查的 在今天 它是升穿了250天的平均线 为何它会升穿 很简单 因为在这个周算图上面 它真的跌了这么久 跌了成年 真的是 大半年 是不是 所以在这点 它升穿了250天的平均线 所以可以看好一些 现在最主要就是 它如果能够要站定 站定定 在上面 这个是100元以上的话 它们就可以上面看110 以至望到130元 因为这个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 通道顶 这里 日线图通道顶 是98.6元 所以说 去100元 100元的时候 你再给一个一个多 这样升上去 那就好些了 那今天 就是说到这么多了 为什么 不要说这么多了 市跌 大家有没有哪些货 还要出货的话 看看我这几天的名字 你记得这几天的文 昨天那篇 叫做跌了怎么办 看看 手头有货怎么处理 那些货不同的区别 是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好了 推介的股票 就是这样 同样 就是曾经答过 观众问题股票 就是这样 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到大家 在今次这个跌市里面 看看一些这样的可能的支持 阻力位的事情 很多谢大家